各的这些经历,说我这是有点特殊吧,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是北京生西安长的,应该是西南人。 这个好点是吧,为什么这个假的外国人在中国生了另外一个故事,以后有时间再讲一讲,今天呢,就讲一讲,在中国,王宫时代当工人,以后在美国当工人,这个对比,为什么这个对比有意思呢? 因为啊,我想一想,在好多中国的工人呢,是叫温水,青蛙,等到他没有社会地位的时候呢,他才已经发现太晚了。 我呢,是在中国,王宫时代当工人,当了五年,马上到美国,马上就没有主任公地位了,这感觉是非常明确的。 天长之节,我是六八年修中毕业的,到分配到工厂,那时候其实是光华国赛场,北京的光华国赛场。 当时,当时你要问我在中国当工人是什么感觉,我真没法说,因为没有对比啊,没有,感觉不深,就像让鱼去描述水,他真是不知道除了水外还有什么事件,是吧? 所以在王宫时代当国人,以为是当国人就是那么没事儿嘛。 到美国去当国人,才发现,有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一言难尽。 怎么不一样?你在美国,在资本家那儿当工人? 你是判老板。 你看,在八年代,说一个什么,打过分,养懒汉。 我是到了美国才学会到,偷懒的。 在毛宫时代,我们不会偷懒。 我想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毛宫时代的工人,那么所谓傻巴。 我们不是真的什么,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 工人阶级,实际上有一个本能的勤劳、勇敢,是他们的特色。 那些贪图享受,那些认为人物为己,天出地灭的那种右派资产的思想家。 他们是一级度人呐。 这更加工人,他们是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是有一种,我创造出东西来。 我对这种东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华当工人的时候,是,就是个普通工人。 先是在日亚纪制造这个光华,说到现在吧, 以后呢,掉到这个木杉的那个焦合板车间。 那时候,当工人,是吃在食堂里边,住在宿舍里边, 然后呢,又学习。 跟那个江主席,我们俩是同岁。 这是。 所以我们人哥们,也是,跟他也一样,是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学马链。 所以我这个根底,是那时候打的。 在那个时候,工人在一块儿吃喝,一般劳动。 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想家。 我刚开始就说,想我父母,那是。 刚到美国去,先在寒冰工厂待了一年,就是一个季节。 以后到,美国到,就在费城附近的工厂打工。 我当过,福音机修理工。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商场那个,寄钱那个寄钱器修理工。 后来,我,后来我失业了。 我头一次失业,我以为是,天塌下来了。 在中国,你看,有生活保证,有这个安全感。 没有经历过资本社会的那种考验。 中国人到这儿去,真不适应。 一失业,我说,我做了什么不好啊? 干嘛,不要我了。 所以在美国,我学会,当工人啊, 他,必须是,做秀。 干的很欢,出不了活。 这才叫做抛打,对吧? 在毛中时代的工人,真是不会错了。 真不会错了。 我们在工厂里面,比如说没有拦着。 我们班里面有一个人,叫在包。 那就是人工。 那就是人工。 他是,除了本封工作以外, 什么都不会帮别人的。 其他人工人,我这份干完了, 你带他忙,我去帮他一块。 把那活儿灌了,他那一块儿休息一会儿,对吧? 那时候,毛中时代的工人, 不怕干不到车间来的。 你干不来,你说茶长来, 好想不见你了。 你是不是脱离行动啊? 对吧? 那不是说,你茶长来了, 你现在看报纸呢, 你活干嘛呢? 因为他活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我们做这个搜导天边板, 或者做这个交合板, 你最好姐妹, 然后你放在热压器里面热压, 你等着下一波呢, 总是有个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 你要看报纸呢,茶长来, 你该看报纸,还看报纸, 你该喝茶,喝茶, 你该这样聊天, 他来不来,无所谓的, 他不能开除你啊。 对吧? 那公安那时候不怕战复, 谁看战复怕, 工人贴大字报。 对吧? 那时候, 到美国战复就完全不一样。 那头来了, 你必须是战伙的, 你不战伙,走人呐。 所以呢, 工头厂的那个, 呃, 他掌握着你的, 生命的这个, 工作权利, 那是很大的权利。 所以你想想, 在毛泽东时代, 靠什么, 去把工人, 基金调命起来。 当官的, 外部没有, 解雇你的权利, 没有扣你工资的权利。 那老百姓为什么, 工人为什么那时候, 新进不干活? 评的是什么? 现在的人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么的时候, 当官, 你要是工厂, 干部不在, 那我马上就停下来了。 对吧? 说, 共资本的权利下, 那种监督, 那种, 一方面是给你, 胡萝卜加大棒, 给你, 呃, 一方面慢慢去学会了, 怎么去对付自己家。 这个, 学通了, 学对付自己家, 是有艺术的。 咱们给讲讲几个, 一些具体的, 怎么去对付自己家。 当然, 最有效的东西, 是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对吧? 不是你的黄色工会, 是自己的工会, 这是最主要的。 但是, 另一个方面, 在,呃, 平常, 你看, 有一次, 我们是, 我在一个,呃, 车辆厂, 工作了有将近十年, 七八年。 有一次, 我们来一批货, 要, 制作, 上违辆这个, 车辆, 就像地铁, 像能够的地铁啊, 那种车。 我又是当电工, 是, 专门装那个电缆, 很粗的, 正粗的那个电缆, 在车底下。 所以呢, 同十辆车呢, 我们拿了电路图的那个, 电路图啊, 呃, 就看怎么去, 装好, 那时候是, 底下是翻过来的, 所以, 全部都是翻过来的。 那我们, 带了电路图, 学会了怎么去装一些电台。 第十辆车开始, 我们就开始有计价, 就是, 不是, 叫计时了, 中间有一个人哪, 拿了一个本, 拿了一个表表, 然后, 就看你的一举动, 花了一段时间, 他都记下来。 这是非常科学的呀, 非常科学的。 那, 跟我一位战伙, 一个小高个子的黑人, 特别的经验。 他说, 今天啊, 啊, 平常你, 你熟悉的, 今天我干。 平常我熟悉的, 今天你干。 啊, 平常你是右撇, 今天是左撇的。 啊, 平常你是右撇, 今天是右撇的。 平常我们用七个工具, 今天全是手动工具, 对吧, 这还不够。 中间啊, 有那个螺丝, 它有三个固定螺丝啊。 那固定螺丝呢, 是上面, 它有一个那个, 自动锁的螺丝帽。 那螺丝帽上, 你把嘴子收了圈, 对吧? 所以你, 拧着螺丝的时候, 你以前不固定了, 它是哪种钻? 你钻一辈子, 你赚不起, 对吧? 所以呢, 大家, 你不能, 所以怎么办呢? 他一般应该十圈, 就能把它固定出了。 今天想办法的铺, 转二十圈。 那怎么办呢? 因为, 上面你搬的时候, 他看见上面, 看见你前的固定搬子, 对吧? 所以, 你说好了, 走着走着, 下去了, 走着走着, 下去了, 你一样, 让你心鸺, 对吧? 这样的, 必须保证, 每一个二十圈。 因为, 你有一个十五圈, 他按最低那个圈, 算什么? 对吧? 它不能弄像, 它不能弄像。 而且, 什么功力啊? 你还得, 按你全身精力, 得投入到里面。 那什么法院会儿, 特别热。 我们的就是 头上系着这个 纸巾 因为血啊 汗流着这个 都跑眼睛里边 一身就是 穿着这个T恤 哎呀我们俩做秀 真是表演得非常好 然后他呢 经过好几天 最后把这活干完了 活干完了以后 他一系 说了多少 三十多小时 我们松了一口气 我们当时不太紧张了 也能擦车做完了 以后呢 越干点书越干点书 一年以后 我一个人五小时 把它干完了 我还抱三十小时 为什么呀 这是我上大学的 我的VT分的作业 全在厕所里边学的 没逃出时间来 我怎么办对吧 就是说这个劳资啊 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 如果是个敌对的情况下 对吧 就像猫和猫鼠似的 你有你的办法 人有人办法 对吧 中国的话 商人正在下一个对策 这个工人有对策 当然最主要对策 还是通过工会 工人自己的组织 就通过这样的情况 跟这个增加量的斗 所以我就想 我到美国去以后 我经常回中国来 我每次回来都到工厂去一趟 七七年那次回来 我真想家 除了小父母以外 我还跑到光满满想 又去当工人 又去了一两个月 重新体验 过去当工人的生活 不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没想到 回到美国以后 到原来那工厂去 重新体验 当美国工人的生活 为什么中国回来以后 老想去跟老公人 老公子一块去 共同再生活一段 那时候当工人啊 确实起了同志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当工人 工人之间有感情 但是呢 跟这个公司没有感情 你所记忆的 是老板怎么样 是监督你 老是一个敌对关系 光满现在没了 我觉得特别可惜 在美国的工厂 工地也是没了 也是破产以后没了 我也特别可惜 但是呢 对那种工作环境 是一点不怀念 为什么我对 当光满那个工作 为什么老生老怀念 经常去啊 新代的好多国家的 工人还在 徐阳流里面 住着很多人 这里边就说 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 和被打工的 工人就是不一样 我那时候在中国当 毛工时代当工人 是一个工作 现在当工人 是打工 打工和工作 现实完全不一样 对吧 这人的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 是吧 这么说 你说日本鬼子来打中国的时候 他不就是不允许中国合资吗 那美国聪明多了 他给你合资 你让他进来 对吧 不是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是 我以为全部都人很做 他认为当时要是推出过合资 那不是没有23站了 就没有打日本鬼子 是吧 是不是 这个人的就是说 这个 这些人是总成对待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人哪 为什么今天的工人阶级 到这一步来 这个讲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深了 我不能直接讲 我就是间接地讲一讲 间接讲什么 就是说我这人小时候 特别调皮 特别调皮 那么调皮到什么程度啊 四岁的时候 三四岁的时候 我记得 我们那是在草单工厂长大 草单工厂就是 夏天收麦子 把麦子 麦片费了很多 我呢在家里拿个条数 在麦片旁边 也把那个麦片 扫在一块 连火 就是大麦片旁边 那很危险 我就特别喜欢看着火苗 特别好看 我爸爸一看 他从那个牛场 他正在 看牛干什么 跳过的栏杆 过来抓过来 一把他踩 把他把他踩 踩灭了 抓了我手 把我带到家里边 打我屁 我好几天不记得 怎么回事 我怕他 我怕他 我还喜欢玩火 还喜欢 最后呢 就是玩火 他不再手 玩 对吧 后来最后一次 玩火 还是在 六五年 刺青的时候 那时候 农场 和这个 搓里边 有 有方和 他是怕 这个 口梯一定 所以让我们这些青年人去 维护这个农场 这边 不让农村的 这个马车了 牛车了 到农场来 怕 他人口梯一定 大家没事干 车辆不是那么多 我干嘛去了 我就点过去了 这是十一月份 装灭城 没了 是吧 地上很多 草叶子 什么这个 杂草很多 这样 一点起来 我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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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看来挺好玩 突然想起前面 就是村庄啊 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这火到眼那边 怎么办 害怕 把衣服脱下 打呀打呀打 跟我朋友一块打 最后把火给出灭了 我出灭以后 再也不敢点火了 工人节也是一样 你给他解放 你不关心国家大事 你总有一天会吃而变苦 受而残废 对吧 我们当时不听了 不听 你让我爸爸打我屁 我也不听他的 对吧 这人哪 必须经受过 这么繁衍 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才能得到真理的 方式 方式 一面的 正面教育 不够 人确实 真是太悲观了 那么为什么 不要进了第二阶段 又有反面教育 我们这有很多 我们设计师是非常好的反面教育 对吧 我感谢他 有一次三十年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公文的情况 咱们才也会像刚才的 咱们的教育主义上都讲的 就是说 咱们要了解的事情 想一想 就将来你们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 怎么不防卫这个房子 被资本家占了 也不是光网建房子 你想办法 怎么去被防卫 被资本家占了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就讲这些 谢谢大家